这事我做定了 我告诉你吧 你的戏啊 现在有投资了 没想到 这馅儿真能砸我脑子在场 我就等着有这么一天 能帮理想一把 各位 对不住 是我把大伙 聚在一起的 眼看着就要排完了 就要演出了 可现在也停下来了 我这心里也挺难受的 可今天我把话给大伙放这儿 我不会轻易放弃这部戏 我会尽一切力量 就是砸锅脉铁 我也会把大伙的心血 推上舞台 别的话我也不多说了 在这儿我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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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要打造西部 我做的文化航母咋了 困难是有 跟你干啥事没困难呢 关键是看你有没有勇气 面对他你去战胜他呀 困难是啥 困难是弹簧 你软他就强 困难就是你面前的敌人 试试看你 上去打他倒他 踩着他过去 赢了 我就是不服 我告诉你们 我还是要打造西部的文化航母 我让你们看看 这事我做定了 你在找什么啊 王婉政 找他干什么 我必须把这些推上去 我得给大伙去交代 是为了采梦 是为了采梦 我为我自己 那你亏了怎么办呢 到时候可连房子都没有了 我现在啥都没有了 哎 你要是没了房子 那你跟儿子怎么办呢 怎么生活啊 你放心 我不会让我儿子跟我流落街头的 谁啊 主持人 哎 谁想在哪儿 在 咋样 我把公司钱都取出来了 就四千多 行 难了给大伙发了 另外 同志导 我正想办法呢 等前一到位 咱马上开始合成 前有着陆了 活着能让尿憋死 去 哎 于晓 我这样这么一点 你看 哎 哎 我这贷款有希望 这些资料送上去 还需要审核 能不能办成 莫哥说不好 不管 你放心 这边嘛 我会尽量帮你办的 谢谢啊 喂 房长 我说李强啊 你马上回来一趟 哎 哎 有重要的事 我告诉你吧 你的戏啊 现在有投资了 啥 你的房经理 亲自找到咱们团里来了 现在就在团里等着呢 等你回来签合同 好 合同一签 把钱立马就打过来 你自己回报 哎 喂 哎 我说李强你听没听我说话 李强啊 没什么事儿吧 没什么事儿吧 有事儿 好事儿 哎 对不起往下 我先不办了 回头请你吃饭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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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愿 你都不知道 当时我真的是傻了 我真傻了 头一天晚上 我还在这儿许个愿 能让我中一个五百万大枪 没想到 这馅儿真能砸我脑子在场 咱们排练什么时候开始 我们前一到账 咱马上就开始 我现在正打电脑子呢 哎呦 你得马上通知大伙啊 就得走退了 得嘞 我马上办 可是采用那边呢 要不我先给你打个电话 哥 我去一趟他们家 结婚 你 那他们家能放得回来吗 咱这是排心心 还没我了解 他肯定比我还高兴 好 韩晴啊 你想没想过 这样是不是太担风险了呀 这笔钱可不是个小数目资啊 王老师 说实话 我就等着有这么一天 能帮李响一把 当年我离开秦江界 李响 对我是一直耿耿于怀的 可是我觉得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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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白了 韩清啊 既然是这样 我就不多说啥了 作为剧团的一个老人 我 我感谢你 对李翔的支持 王老师 王老师 这事 你千万别告诉李翔 他的脾气 你也了解 再说了 让他知道谁投的 也不重要 重要的是咱们把这个戏排出来 你说呢 我不告诉他 我不说 韩清啊 我觉得我们之前可能有一些误会 他得换掉 不能越积累越多吗 你看你这次回来 虽说咱们不是那啥了吧 但也还是朋友 对吧 你终于开始反省了 我这人会经常反省自己的 而且我也很讲道理 这你应该知道 你看这 时间 是不是该接大志了 你别管 我去 接孩子 我去 咱们来啦 这么快呀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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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程经理 您好 什么 你们决定投资了 那我马上给李强打个电话 好 谢谢你啊 程经理 那晚上见